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五十七集 一连串的训斥出口 范思哲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的京都 其实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就怕姐姐手中的铁齿 一下子就软了下去 雨塞半赏后 南南说道 反正我不喜欢海棠 范若若叹息道 海棠姑娘暗中帮了哥哥多少忙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只是利益的交换罢了 北七人除了死掉的庄莫涵 又有几个是真正外物不济于心的圣人呢 范思哲冷笑道 如今别看你摆入苦河门下 我是手去一指的大老板 可如果哥哥对北七再无用处 我们只怕马上就会被人踩到脚下 到那时候我可不指望海棠会替我们出头 范若若认真的说道 我的看法与你相反 范思哲摇了摇头 半赏后悠悠说道 什么事情 总有个先来后到吧 范若若沉思良久 缓缓点了点头 她的心里对那位可敬可亲 习惯沉默与伤害的嫂嫂 也是无比联系 承认了弟弟的这个看法 这是忽然间 她的心中涌起一丝荒谬的念头 如果说先来后到 自己才应该是最早 到哥哥身边的那个人吧 只是命运捉弄 她的唇角浮起一丝苦涩 旋即将这股不应有的情绪压了下去 与弟弟一道 为嫂子林婉儿的命运担忧 哥哥肯定不是那种薄清寡幸之人 只是如今嫂子处在长公主与哥哥中间 真是不知如何自处 别想那么多了 反思哲怂怂肩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哥哥在南边的状况 我看你今晚大宴宾客 以为你已经得意忘形了呢 长公主垮台 我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多挣些钱吧 反思哲说道 只是朝中如今只是大哥这一派独大 总觉得会有些问题 你啊 想的或许太远了些 独大倒是撑不上 不过站在风口上了 樊若若微笑说道 不论是家事还是国事 似乎都不是我们这些身在一厢为一刻的人 能够操心的 反思哲怡正 尽想 以姐姐往常的态度 应该十分焦虑 反嫌安危才是 怎么却表现得如此淡然呢 但他不敢批评家姐 下意识地问道 谁的事啊 哥哥 他不是不做事了吗 是在外人面前不做了 嗯 那我们真不管啊 我们能操什么心呢 樊若若的面色瓶颈之中 带着一份对兄长的信心 他辛苦万分将我们送到北齐来 就是不想让我们掺和到这些事情当中 如果我们真的想为他好 那就一定要在 在这个地方好好地生活 不要让他操心 如何是好好地生活呀 做老板快乐吗 嗯 还成 虽然有时候比较麻烦 我明天就要去医馆了 我也觉得这种生活很快乐 哥哥说过 人活在世上 就是要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 我们既然已经寻找到了 就要好好地继续下去 我们活得越安全 越快乐 樊若若下了定雨 哥哥就会越心定 我们对家族也就越有贡献 由江南路通往江北路 有三个方便的途径 但不论怎么走 总是要越过那条浩浩荡荡的大江 如今的天下 没有犯贤熟知的那些水泥桥梁 便只有靠两岸间源源不断的渡船 来支撑水畔繁忙的交通 内库三大坊在明北 转运司衙门在苏州 而小贩大人却在杭州 看似内库的控制处于一种松散之中 但只有有机会接触到这一部分的官员 伤人才清楚 监察院与内库衙门连起守候 对于遍布江南的货舱 专门通路控制的是何其的严格 尤其是往北的那条线路 刻意往西边绕了个弯 从沙州那处渡江往北 再越过江北路的荒山 苍州路的草垫 再绕经北海 源源不断的送入北七国境之内 再为庆国带回丰厚的银两 以采购旁的所需 行北路的货物 大部分在夏明记的控制之下 夏其飞在范贤的帮助下 标了几个大标 又暗中整合了江南一带的 想商行和这个帮派 已经渐渐成事 而他之所以选择在沙州渡江 从官员们的眼中看来呢 自然是因为江南水师住在沙州 但只有范贤和他清楚 选择沙州是因为江南水寨最雄厚的实力所在 这些内裤货物 虽然可以让朝廷派员都送 可是里面家的那些东西呢 却不放心 全部让朝廷看着 夏其飞坐在沙州城门外的这个茶铺里边 一面喝着茶 一面看着平缓的大江上来往运输货物的船只 微微迷眼 北边的二少爷忽然加大了要货的胃口 但还不至于让他接不下来 毕竟现在内裤的门 对于他们这些范贤的亲信来说呢 是完全敞开的 只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所有的货运到那边 同时还不能让朝廷起疑 这就需要很细致的安排了 好在朝廷惯例 监察内裤运作 有监察院一手负责 时至今日 当年朝堂之上大臣们的担忧 终于成为了事实 范贤自己监察自己 这怎么能不出问题啊 夏其飞将将这个把茶杯放下 缓缓品味着嘴中的苦涩滋味 心里却没有丝毫苦涩 回顾这一年半的时间 他有时候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做梦 自从攀上钦差大人的大腿之后 像毒蛇一样 咬视着内心十余年的家仇 一朝得雪 明家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手中 自己的身份 也从见不得光的江南水寨大头目 变成了监察院的员工 明镇江南的富商 这人世间的事啊 确实有些奇妙 只是他也清楚 如今的明家 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明家 虽然朝廷没有直接插手其肩 可如果小范大人真发了话 自己也只有全盘照做 想到此处 他把自己满足的目光 从江上 周中那些货相处收了回来 微微皱眉 想不明白 有些事情 像这个 北齐东夷走私内库货物 毫无疑问是当事最赚钱的买卖 可是以小范大人的身份 他何至于要如此贪婪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范大人当年解释过 长公主之所以贪银子 是因为她要在朝中谋取权势 为皇子们铺垫根基 在军中收买人心 可是小范大人本身便是皇子啊 归了范氏后又不可能接位 他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呢 更何况陛下当年就是不喜欢长公主 暗中将自己的内裤搬得差不多空了 难道陛下现在就能容许 小范大人这样做吗 自长公主李云锐失事以来 这个不大不小的冲击波 淡淡地在天下贵人们的心中 扫服了一遍 便再没有激起任何的波涛 当然 这只是表面上的平静 暗底里人们究竟想些什么 没有人清楚 只是如今人们都知道 南朝那位权臣范贤 是如何深得庆国皇帝的宠信 手中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不免群生警惕 群生期盼 不论怎么说 范贤在天下人的心中 依旧还是一个读书人 尤其是这些年来 在舞台上的表现 让人们清楚 他和一般的亲国权贵子弟 有些许不同 至于没有那么热血 那么好战 北齐和东夷 自然希望范贤能够长长久久 北齐小皇帝 就算再想把范贤 拉到身边当亲王 可他也清楚 范贤还是留在南清 对自己的好处最大 他希望范贤的权力越大越好 圣宠越深越好 这个最好能够强大到 可以影响清国皇帝的决定 然而这只是奢望和理想主义 没有哪位帝王会愚蠢到 我将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异国的一位臣子身上 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终究还是体现在实力上 国家的实力自然就是军力 自开春以来 雁京之地 苍州之东 那片开阔的旷野之中 北齐一带雄将上山虎 被破除了这个软禁 通降南线 于极短的时间内 树立起了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 开始演兵整练 保持着对南朝军队强大的震慑力 压制着南清人的野心 与上山虎正面相冲的是 清国的一位大将 正北大都督 艳小乙 这样两位牛人对撞在了一起 怎么可能没有些火花和这个血腥味 渐渐生疼啊 虽说边境线上无战事 可是一些小的摩擦 一些刻意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 渐渐弥漫 夏七飞主持的夏明济 往北方运送内裤的火物 之所以要在苍州南 便要往北海方面绕 其实便是因为苍州那边的局势啊 一直有些紧张 然而这一切在这个月里边 完全改变了 不知为何 上山虎忽然收兵 往北五十余里 调兵潜将 摆出了不防守不突进 懒洋洋的态势 似乎毫不在意 艳小乙正领着十万精兵 在苍州与艳京中间一带 像牛一般的瞪着眼睛 时刻想上来咬一口 紧张忽然变成了休闲 两国裂兵白谱忽然变成了浇油 这个瞬息间的变化 让南清的军方感到了 无来由的恼火与恶然 北齐人究竟在想什么呢 艳小乙清楚北齐人在想什么 他取起杯子 喝了一口北海再北的草原上产的烈酒 酒水微微打湿他的胡须 眼中的寒芒渐渐的胜了起来 自从京都的消息传到苍州后 艳小乙便清楚自己面临着一个危机 在自己的亲信夜间压低声音出主意的时候 他依然保持着平静 不发一语 当上山湖领着北齐的军队缓缓撤后 摆出一副赤裸裸娘们儿携椅踏上的姿态式 艳小乙既不吃惊 也不疑惑 只是一味的冷笑 北齐人自然也知道了长公主失事的消息 知道皇帝必然要拿下自己 所以在此时此刻 上山湖刻意示弱 将赋予艳小乙身上的所有压力撤下 就是为了让他能够保存全部的力量和精神 保存这些做什么呀 自然是要对付自家的皇上 艳小乙缓缓放下酒杯 唇角扶起一丝冷笑 如果此时北齐皇帝忽然要对上山湖下手 他也会这般做 敌国内部有问题 身为己方 当然要袖手旁观 并且给敌人尽可能多的空间和实力 如此这般才能让对方自己折腾起来 自相残杀之后呢 坐手愚人之力 不可谓不快哉 可艳小乙啊 似乎没有做什么准备 他似乎只是在等待着那一天 等待着几个老皮身皱的太监骑马而来 疲累而下 生死历劫 满脸惶恐 却又强作镇定地 对自己宣布陛下的旨意 长公主倒下了 她身为长公主的亲信心腹 在军中最大的助力 陛下自然不会允许 她依然掌管着征北军的十分精兵 艳小乙很清楚这一点 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没有将自己的亲信们满脸的愤怒 看入眼中 然而出乎她的意料 陛下的旨意啊 却是迟迟未到 忧虑扶上了她的脸庞 心想 那位皇帝究竟想给自己安排什么样的罪名呢 居然迟缓了这么久 烈酒烧心 烧得艳小乙的心好痛啊 难道陛下真的对自己如此信任吗 可是陛下清楚啊 当年自己只不过是山中的一位猎户 如果不是长公主 自己只怕会一生默默无闻呢 更何况范贤与自己有杀子之仇 虽然艳小乙一直没有抓到证据 但她相信在清国内部敢杀自己儿子的 除了陛下就只有两个疯子 除了长公主以来 当然就是疯狂的犯贤 陛下总不可能杀了自己的私生子 为自己的儿子报仇 这便是艳小乙与皇帝之间不可转环的最大矛盾 而艳小乙的兄弟性格注定了她不会束手就擒 从此老死京都 但她也不会率兵投往在北方看戏的北齐君臣 因为那是一种屈辱 艳小乙再次端起盛着烈酒的酒杯 一饮而尽 长叹一声 真真不知如何是好 然后 她收到了一封信 而且这封信的人 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位人物 看着这封信 她捏着信纸的手开始抖了起来 那双一向稳定如山的手 那双空闲如神的手 那双在影子与范贤两大酒品高手加工时 依然如钢如铁的手 竟然抖了起来 请不吝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